北京恐做出災難性戰略誤判 報染疫及暗殺風險 習近平夫婦戴口罩現身香港 報中共內部醞釀重大政變 多地公安武裝巡邏 北京之春主編 習近平面臨生死之戰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6月29日聲稱 中共對臺灣海峽享有主權 主權權利和管轄權 中共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國民黨隨後針對此事提出兩點嚴正聲明 一 中華民國自1912年以來一直是主權獨立國家 至今已經111年 並依照中華民國憲法 持續在台澎金馬自由地區實踐民主憲政 保障自由與普世人權 得到海內外華人與世界各國的普遍支持與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過去和現在沒有一天統治過臺灣 二 對於中共指稱臺灣海峽是中國內海 國民黨絕不接受此種說法 國民黨堅定支持世界各國依照國際法在臺灣海峽的合法航行 飛越權力 也相信相關國家航行臺灣海峽 有助於臺海和平與臺灣安全的立場 始終如一 陸委會指出 臺灣堅持自由民主憲政 堅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堅持主權 不容侵犯並吞 堅持中華民國臺灣前途 具有臺灣人民決定 這四個堅持是臺灣的明確底線 臺灣外交部指出 中共政府近日來升高對臺軍事威脅 動輒以大批機箭騷擾臺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破壞海峽中線默契 宣稱臺海非國際水域 發布所謂的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等 擴大其灰色地帶戰術的操弄空間 欺壓恫嚇臺灣人民 外交部提醒 中國民間飽受封城之苦 多地銀行更限制人民提款 中共政府應多考慮自身百姓的自由與民權 而不是藉由威脅恫嚇臺灣 據美國之音報導 針對中共頻繁擾臺 英國外交大臣克拉斯6月30日表示 西方必須從未能阻止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錯誤中 吸取教訓 從而更好地保護臺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 他還指出 任何入侵臺灣的企圖都將是災難性的誤判 克拉斯認為 北京目前正在重蹈 普京在烏克蘭問題上所犯錯誤的覆轍 他呼籲西方盟友向臺灣提供武器 確保臺灣擁有在受到攻擊時進行自保的手段 6月30日下午3時 習近平和妻子彭麗媛搭乘高鐵抵達香港西九龍站 兩人出戰時戴上口罩 後任特首李家超 現任特首林鄭月娥和丈夫林兆波 及中聯辦主任若惠寧等人在月臺迎接 這是習近平在武漢爆發疫情後首次離開中國大陸 外媒報導 港府還安排了許多民眾 包括數十名小學生在月臺上 以普通話喊口號歡迎 並揮舞五星旗 習近平夫婦走出月臺後 與林鄭月娥等人進行短暫交談 習近平隨後在七九龍站 歡迎儀式上發表講話 7月1日 習近平將出席慶祝香港回歸25週年大會 以及新一屆香港政府的就職典禮 並主持新任特首李家超就任儀式 星島日報報導 這次隨習近平來港的五大機構要員 包括了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 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沈月月 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以及全國政協副主席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據多家媒體報導 習近平不會在香港過夜 儘管有消息說是疫情關係 但有不少觀察人士認為 也有防暗殺等原因 習近平除了提防黨內政敵 還要提防鎮壓反送中抗爭後不滿中共的香港人 為了習近平防港 警方採取空前保安措施 除了提供席 近身護衛 車隊護送 還大範圍封路設立保安區和核心保安區 維羅利亞海港兩岸還設立臨時禁飛區 防疫工作上出席典禮的政商界人士 都提早入住酒店 閉環隔離 自由亞洲電台引述時評人士桑普分析說 習近平冒著染疫風險 也冒著被政變和被暗殺的風險 仍要攜夫人高調赴港 這是要在二十大前彰顯她大權在握 不怕風險 習主要是要立飛 顯示在25週年就達成了二次回歸 也就是二次主權移交 這代表她已經全面管制香港 二十大吉北戴河會議臨近 是堅持動態清零防疫 還是放鬆管控救經濟 中共官方一直釋放矛盾信號 專家認為 中共內部現在沒有人能在正常程序下挑戰習近平 但政治危機在醞釀 一旦發生就會驚天動地 近日中共當局公布第九版疫情防控方案 工訊部取消行程卡代星記號 多地取消常態化核酸檢測 加上中共國務院針對過度防疫 頻提久不准 種種跡象指向中共 有意放鬆疫情管控 但據中共官媒報道 習近平6月28日在武漢考察室強調 堅持動態清零 不能搞集體免疫 寧可暂時影響一點經濟發展 因時因事不斷調整防控措施 中國問題專家 旅澳法學家袁紅冰表示 中共在防疫路線方面並沒有大的變化 當局只是進行了一些戰術上的調整 中共不可能改變動態清零的總方針 因為習近平明確地再次強調 一定要堅持動態清零政策 而且他也明確地講 即使為此犧牲一些經濟的發展 他也在所不惜 但袁紅冰認為 另一方面 由於經濟下滑使地方受到了很大衝擊 地方財政都沒有辦法維持 於是 地方官員就只能採取陽奉陰違的方法 這種情況實際上是一直存在的 袁紅冰說 現在中國最大的躺平的群體就是官員 很多地方官員在防疫這個問題上不僅是躺平 而且是掩耳道靈式的來維護經濟的發展 來消解習近平的動態清零政策帶來的消極影響 對於盛傳習下禮上 袁紅冰表示 中共黨內沒有人能在正常程序下挑戰習近平 他認為 接下來中共二十大 最主要的看點就是 看習近平究竟實現了自己的哪些目標 最基本的目標就是 仍然保持保留總書記的職位 實現終身執政 袁紅冰說 中共的黨魁已經不可能通過道德的魅力 來讓官員們信服 他只能靠暴力 積累下去 中共就會發生宮廷政變式的重大的政治事變 他認為 這種政治事變的能量正在醞釀中 而且越是臨近二十大越緊張 如果有變動 那就必定是驚天動地的宮廷政變式的變動 那整個世界就都知道了 中國新任公安部長王小紅本月上任後 公安部迅疾展開 下季治安打擊整治百日行動 有評論認為 新冠上任三把火 王小紅希望透過百日行動顯示自己有所作為 雖然輿論把這次百日行動 與上月唐山發生的嚴重暴力事件掛鉤 但有分析認為 百日行動是習近平嚴防反對勢力搗亂 為他二十大連任保駕護航 美日經濟新聞報導 連日來 河北山西等地公安機關都召開會議 針對夏季治安百日行動進行動員部署 河北省要求 緊盯治安問題突出的重點區域重點場所 河南省公安廳要求 在上下班 上學等高峰期 夜間休閒 娛樂 夜宵高峰期等 加大巡邏密度 表面上 中國公安部把掃黑除惡視為 百日行動的重點 但是 中國獨立政治學者 陳道寅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透露 據他掌握的信息 剿滅敵對勢力和恐怖活動 維護政治安全才是重中之重 只是沒有對外公布 最近一段時間 中共內鬥信號非常明顯 對於習近平及其政敵之間的權力鬥爭 北京之春雜誌主編陳維健認為 這是習近平的一場生死之戰 中辦最近印刷文件 對聽局局以上領導幹部配偶 子女 及其配偶 經商辦企業 做出一定的限制 文件要求領導幹部 每年填報家人經商情況 違反者將被免職 對此 陳維健指出 習近平這次反腐 與以往不同的事要求填報 填報上交這是相當厲害的殺手遣 習近平通過上交的表格 就牢牢地把領導幹部的生死握在手中 中共領導幹部有哪一個沒有子女 與商有關係的 雖然並不一定是自己直接經商 大量是通過白手套 但追究起來 白手套也是一樣的 誰能真的過得去 就看對習的態度 這次習近平反腐政治上更加明確 是為了二十大的連任開路 他認為 中共黨內反習的勢力一直都是存在的 那麼習近平如何粉碎這個勢力呢 當然最好的方式就是反腐 他說 反腐是習近平 駕輕就熟 屢試不爽 清除政治對手的方式 當年習上臺 穩住地位 最後成一尊 靠的就是反腐 現在對於習近平和反習勢力來說 都已面臨生死之戰 陳維健說 習近平記起了反腐之旗 對反習勢力是生死之戰 一旦站隊 就沒有了退路 雖然他們並不公開站隊 但只要不與習一致 就是沒有敬畏之心 這也是罪不可容 如果說 習近平執政 一是反腐是為了仰馬立威 而這一次反腐不是立威的問題 而是能不能將反習勢力打下去 使自己連任的問題 如果不連任 習近平是很難善終的 因此 這一次反腐 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是不勝則亡的鬥爭